动物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动物的生存领域 在这个领域当中 动物可以取食、繁殖、抚育后代 占有领域的可以是一个个体 一对配偶、一个家庭 也可以是一个动物群 如果动物对这个区域实行保护 不允许其他动物的进入 那么这个区域或者空间就成为它的领域 动物这种占有领域的行为 被称为领域行为 动物建立领域多数只是排斥其同种个体的进入 因为同种动物的资源需求相同 排斥其他同种个体的进入 能够减少种类的竞争 除了大型动物 昆虫也有领域行为 比如这张图上显示的 就是蜻蜓保护蜡蜡的领域行为 它定期沿着领域的边界飞行 或者在领域内行飞 发现入侵者便将其击除出去 领域行为一般在脊椎动物当中最多 尤其是鸟和兽 虽然我们刚才说蜻蜓也有 保护领域的方式很多 比如以领教气味的标志 或者是特意的知识 向入侵者先告自己的领域范围 以威胁或者直接进攻 驱逐入侵者 一般动物的领域是接近特定场所的 比如在它的营巢地附近 碰到更狠的天地的时候 也容易逃避 至于领域制的生态意义 这样可以使种群更加分散 保证食物的资源 预防因拥挤而造成种群内的过度竞争 同时也有利于吃熊的形成和保持 也容易保护幼体 动物领域的大小各不相同 生活在树叶上的牙虫 其最大领域也就是一片树叶而已 而老虎的领域可以达到十几平方米 领域虽然没有明显的边界 但是领域的占有者却熟知它边界的存在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下面我们先说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比如我们在路上公园里 似乎经常会看到宠物狗鱼这样的知识料料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这就是狗狗们的标记行为 他们可能就是通过料业当中的信息数 来交流年龄性别及地位 留下自己的名片 狗的小便能覆盖新环境当中不熟悉的气味 使周围有了自己的味道 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而其他入侵者也不敢轻疾妄动 随便接近其他狗的地盘 也就是说狗杀料从来不只是为了杀料 请不要碎地大小便 这样的标语只能管人 且管不了狗 同样狐狸身上也会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 这些都与动物的领域行为有关 还有印度黑林 用匡前线所分泌的有气味的物质标记在树枝上 这好像比那些用料 粪便 臭味 椭液 来标记领地的动物要文明的多是吧 人家用特定的线体分泌物来标记领域 很高大上吧 而且辨识度很高 其实呢 香喝臭只是我们人类的感知 也许动物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顺便说说这种动物啊 印度黑林的磁体和熊体相差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磁体呢 为黄褐色 五角且体型较小 而熊体呢 很漂亮 它的脚啊 是螺旋形的 熊性沙丘呢 比较直接了当 用建造沙丘的办法来标记自己的领域 反正是要打动的 正好打动多处的沙啊 堆在旁边就成为了一个沙丘 狠耳不韦呢 可惜保存时间不长 潮水一来就没了 不过成本也不高 没了就再见呗 我这里提醒大家 区分一个可能会弄混的行为 那就是蜘蛛指网 蜘蛛会对进入网上的所有动物进行攻击 但是这不是领域行为 而是捕食行为 香鱼是一种咸淡水一类 其名字的由来呢 适应其脊背上面有一条满是香纸的腔道 能够散发出特殊的香味 香鱼在日语当中的汉字写的是 连不是沾啊 关于这个字的来念呢 有不少说法 其中呢 有一个说法是香鱼有很强的占地性 成年的香鱼呢 会占领一块长满枣类的碎石块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领地 不准其他的香鱼入侵 所以呢 是因为占领一词的占而得名 这就是说的香鱼的领异性 一旦发现有来犯之地 便即刻出去进行吞死 所以呢 垂雕者们就利用了香鱼的这种特性 以香鱼 雕香鱼便是一种绝招 具体来说啊 以鲜活的小香鱼挂钩 放入有其他香鱼的水当中 因为占地性啊 水里的香鱼就会很愤怒的过来 和这条鱼鱼打斗 打斗的时候呢 鱼钩就会挂上另外一条香鱼 对了啊 这种吊法呢 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有吊法 喜多动物 包括甲壳类 鱼类 两栖类 爬行类 鸟类和哺乳类等等 在生活史的过程中 都有迁徙的行为 这种大规模迁徙所建立的模型呢 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如 鸽群在列队飞行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只鸽子是特定的首领 但也不是所有的鸽子都能平等投票的决策机制 尽管每只鸽子都能参与投票 但投票的分量还是起结于鸽子的地位 这就是目前很热的群体智能所关注的 鸽群优化在模型改进 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为利用群体智能技术解决复杂工程优化的问题 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技术途径 在这个网站上 有一个鸟群动态的网页模拟器 感兴趣的可以去玩一玩 我们通过设置网页上的选择箱 用鼠标随处烂点就可以加鸟 或者是增加障碍物 再试着调节网页上方的参数 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迁徙是一个群体行为 其他许多动物在没有迁徙的时候 也有季节成群的时候 这个被称为社群行为 也称为社会行为或者是结群行为 它们季节成群 共同取食 共同御敌 共同御幼 而且在职能上面还出现了分工 大大提高了取食和御敌的效率 虽然取食生殖防疫等行为 可以是以个体为单位 但如果以群体为单位来进行 则增强了个体存活和整个种族 延续的机率 捕食者通过社群行为 有利于提高捕食的成功力 虎鲸的食物非常多样化 它们捕食的动物包括鱼类 海洋哺乳类 海洋无鸡类动物 海鸟和海龟等等 由于虎鲸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它们常用群猎的方式来捕食 甚至连同同类也捕 网上有一段石拍虎鲸群 攻击挥金母子的视频 说是恶战六小时血染大海 它们群猎的时候 利用超声波互相沟通和联系 并策划战术 其实这里的通信行为 更常被视为是色情行为当中的重要部分 对于被捕食的物种来说 如果组成色情 那么警惕性就会提高 有助于及早发现捕食者 在我们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 苍蝇是一种大中心的猛禽 攻击性很强 凌歌是其捕食的对象 而这张图展示的就是 苍蝇攻击凌歌捕食成功力 与隔青大小的关系 在这个实验当中 科学人员利用一只受过训练的苍蝇 攻击正在捕食的凌歌 随着凌歌群的增大 苍蝇攻击成功的机会 也就越来越小 这主要是因为凌歌的群也大 就越能在比较远的距离 发现猛禽的捷径 婴儿的话能够及早的飞离 同时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动物的色情生活 不仅可以增加动物群 及早发现捕食者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相对的减少动物群 用于警戒放哨的时间 因为整个群体有了更多的眼睛 当然一个好的科学家 脑子一定不是现影思维的 他们很清楚 社群生活有力猎物 及早发现捕食者的这种好处 并不会随着动物群的增大 而无限的增加 道理很简单 如果有一百双眼睛就足够了 那么有一千双眼睛反而会坏事 比如有科学家的观察就发现 如果性鹿的群太大 它们反而更容易被狼群所猎杀 因为太大的鹿群 反而更难发现狼群的接近 在社群中 一般还有许多利他行为的出现 如负责警戒的鸟发出警告 让同类逃跑 而本身可能遭致了性命之灾 工逢中日为整个风情忙碌 本身却不直接参与繁殖后代 它的鳌刺入攻击者之后 也是同归一尽了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把动物的一切季节现象 都视为社群行为 例如夏天的夜晚 路灯下去寄了一大群昆虫 它们可能只是分别受到灯光的吸引而飞来的 这些现象很多 这些生物集结在一起 可能它们只是对温度 湿度和光照的反应 其中外极树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非洲西处草原地区 我们经常看到的画面是 一大群食草类的兽类 夹杂着一部分鸟类 足水草耳居 而当一道狮子抱着来袭的时候 某些个体尖叫告据 以示集群逃跑 这种集合很松散 似乎是随机的 但却是互利的 一群个体碰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是难以成活的 杀鹰在人类社会是不可容忍的 而在动物世界当中 杀鹰行为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 种类竞争的行为 认识这一规律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行动物的人工饲养 尤其是做好野生动物的繁殖工作 非洲狮非青生的幼崽身上的气味 与母兽的气味不相同 不仅得不到母兽的照顾 反而会遭到攻击 幼鼠如果被人摸过 母鼠就会将带有异味的幼鼠咬死或者是吃掉 相反 如果用母兽的尿 涂抹在非青生的 甚至不同种的幼崽身上 母兽则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进行照料 动物园里面常常就用这种办法 让哺乳期的母狗给刚出生的小老虎小狮子喂来 雄性杀鹰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骨肉在未来少了很多的竞争者 另一方面的好处呢 则更是利等可取 几乎所有的痴性哺乳动物在哺乳期都不会排卵 雄狮莎士奥奥大夫的小狮子就终止了母狮的哺乳期 他自己才有做父亲的机会 大多对幼崽痛下杀手的都是雄性动物 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吃性是一种稀缺之言 还要孕育抚养后代 这期间雄性动物呢 却无所事事 在自私的基因的起始下 他会找到一切机会传播自己的基因 雄性大鼠将这一行为发挥到了极致 每当以母鼠交配完毕 他变得非常的有攻击性 会吃掉所有的小鼠 这一狂热的时期将会持续三周 三周后 雄鼠突然变得温情默默 对小老鼠关怀被子 好景不长 两个月后 他又变成了杀阴恶魔 这一周期恰到好处 因为大鼠的孕育期正好是21天 小老鼠从生下来到能够独立活动的时间 恰好是两个月 除了雄性杀阴 吃性也会杀阴 新理由也可以理解为争夺做母亲的机会 比如图上这种叫做肉垂水质的长脚水鸟 吃鸟产染后便杀着物管 将腐懒和异幼的工作全部交给雄水质来做 这时的杀阴行为就发生了逆转 无事可做的吃鸟呢 会撕鸡杀死别的吃鸟产下的幼鸟 撕去了幼鸟的熊水质呢 便会跟这个杀阴凶手交配 让它产生下游窝的新懒 还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动物的高等行为 首先的话 我们要介绍的是上四季五十年代 发生的猕猴洗红薯池的故事 据说当时日本的林长类的研究人员 在新岛的海边沙滩上面 投喂猴子红薯想研究其行为 对猴子来说 天降美食不吃白不吃 但是红薯上沾着沙滤 吃起来口感差 却伤牙怎么办 一只母猴凝迹一动 竟然用海水将红薯洗干净后再吃 而且还把这种技巧交给了他的亲朋好友们 短短的五年后 岛上的80%的小猴子都学会了洗红薯 似乎也是一只母猴 他有一次到温泉里面取食食养员 扔到水里的豆子 觉得很舒服 竟然泡去澡来 慢慢的其他的猴子们也学会了泡澡 更有趣的是 只有地位较高的猴子 才能够享受寒冬里的温泉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英格兰 据说有一只大山雀 一次偶然碰巧的机会 打开了放在门外的奶瓶盖 偷喝了牛奶 不久之后 那里的其他大山雀也都学会了偷喝牛奶 这里还有两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问题是 你有什么感想呢 这是本次课不止给大家思考的问题 本节的内容也比较多 但相对来说比较有趣 而且我分成了好几个部分 相信不会太枯燥 是这样吗